Daily Mail這個左派的大聲工 發布了一個獨家的訪問 沒有影片,只有文字 對象是之前Loudon County 假裝自己是變性人 穿裙子,強姦一名女生的那名男生的媽媽 我認為這個新聞對於這次佛基尼亞州的選舉 有很大的影響 為的就是要重新掌控我們的教育系統 但是我們目前都還沒有聽到雙方的說詞 我來讀一下這篇報導 讓各位聽一下 基本上在說這一切都是假的 全部都是共和黨的政治目的還有陰謀 上面寫 15歲穿著裙子在女廁強姦女同學的男生的母親 這名男孩被另外一個女生的媽媽也起訴性侵 男孩的媽媽說 他兒子並不認為自己是個女生 也不是為了混到女廁才穿裙子的 Daily Mail的獨家訪問 證明不願意公開身份的母親 因為他的兒子未成年 他也在為他的兒子做辯護說 這是一個正常年輕的男孩 在這個強姦案發生之前呢就已經跟這個女孩發生過兩次性行為了 各位可以想一下這個跟他是個強姦犯到底有什麼關係 15歲又怎樣 這篇報導之後沒有說 他只是一個15歲的男孩 想要在廁所裡面想要跟一個一起想要做愛的人 然後媒體把這整件事情扭曲成一個政治議題 好棒的母親喔 他只是想要找一個願意跟他做愛的人做愛啊 結果那女的自己不願意了 所以該做的事情還是要做完啊對不對 你可以怪這個男孩任何東西嗎 這個是這個媽媽在說的東西 這個報導繼續說 就算有各式各樣突兀的穿著 或者是宣告這名男孩是一個 Pansexual 犯性戀 男孩的母親說 這名男孩並不是一個 正在變性主義文化戰爭中的一個 性別流動的怪物 這個媽媽說 他可能一天穿裙子 可能第二天穿牛仔褲跟T-shirt 或是Polo 或是帽T 他只是在尋找自己而已 然後尋找各式各樣屬於自己的穿著 他或許只是想要得到注意而已 他一直在尋求 而且希望可以有更多的注意力在他的身上 同時他也覺得他的兒子讓他非常的困擾 有著非常不好的行為 例如曾經傳自己的裸照給一個五年級的女孩 他說他到了崩潰的地步 當他的兒子在第二次 10月的時候被捕的時候 他從少年法庭打給他 他就問他兒子說 我崩潰了 你毀了我 你知不知道你對我做了什麼 你知不知道你對這個家做了什麼 那個男孩回答說 I don't know 我不知道 我做了什麼 他說到了這個時候 他就說我不管你了 我愛你 我永遠愛你 我會為了你去做任何事情 但是你要打給你爸 你不要再打給我了 我需要治療 我需要你 找到你自己 剩下的這篇報導 基本上就全部都是廢話 講說他跟他老公怎樣啊 然後他看他老公很不爽啊 他跟他老公有什麼通途啊 然後他老公都沒有在家裡 當一個父親的榜樣之類的東西 這裡有一些我們是可以去探討的 首先 沒有人說這個人是個變性人 我們一直在說他是一個男孩 穿著裙子跑到女廁所 因為這個就是事實 什麼 Gender Fluid都是假的 因為這跟他怎麼看自己的性別 沒有任何關係 最重要的就是他強姦了兩個女生 這個媽媽說他在尋找自己 尋找自己的性別 很明顯在廁所裡強姦女生 也只是他尋找自己的一部分 事實上就是沒有任何的右派媒體 把他的性相跟性別 還有女廁扯在一起 這個媽媽說的東西全部都是廢話 而且全都是謊話 而且很噁心 你知道他的性相跟性別 是怎麼跟女廁扯在一起的嗎 就是Lowden County School District Lowden County的學區 校董會把他們扯在一起的 因為學校想要討好教師公會 跟民主黨 性別錯亂的政策 所以說男人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個男人沒關係 女人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個女人沒關係 這樣子的議題才會在學校出現 他們為了要進行這個樣子的政策 所以就跟所有的人說 這個男孩是個變性人 當這個被強姦的女孩的父親 生氣的在校董會在那邊喊話的時候 他們竟然把他抓起來 然後跟全世界說 這個男的是個白人至上的 國內恐怖分子 Domestic Terrorist 這個孩子媽媽的interview 實在是噁心到了一個極點 完全不想要負任何的責任 還想要幫自己以及自己的兒子找理由 身為一個母親 你連你自己的兒子的性別是什麼 你都沒有辦法教導的話 你還能幹什麼 我前幾天在台灣移民在北美的網站上面 看到一個台灣人的媽媽 她上面問了一個問題 她說她想要辦一個Gender Reveal Party 所以在美國就是會有蛋糕啊 然後他們是藍色或是粉紅色的 大家可以猜猜看這個小孩的性別是什麼的派對 那這位媽媽想要給小孩自由 不想要讓小孩被傳統的生男的還是生女的這個性別捆綁 所以在社群裡面問大家說 有什麼顏色可以代表傳統的淡藍色跟粉紅色 來代表Gender X或是無性別的小孩 我覺得應該要立法 這個樣子的母親全部應該抓起來關到精神病院去 小孩就交給基督教設立的孤兒院之類的 這個樣子的媽媽 未來的小孩會穿著裙子躲到女廁裡面強姦同學 Are you surprised? 因為父母沒有把任何的道德觀還有價值觀美德 甚至基本常識交給他們的小孩 以為說這個就是愛 這個就是自由 身為一個父母不應該讓小孩自己figure out 父母有義務有責任要把這些東西交給小孩 欸Eason你想不想去旅遊啊? 想啊 聽說最近以色列有效的控制疫情了 政府從11月1號重新開啟了旅遊大門 我超想要去耶路撒冷的 喔真的啊 好啊 那我們就要找一家行程最棒的旅遊公司啊 我知道 我推薦洛杉磯唯一專精聖地以色列耶路撒冷的 加南美帝旅遊 他們在3月份有一個聖地之旅 去以色列聖經中提到的重要景點 耶路撒冷的枯墻 耶穌祷祷告的克西瑪尼元 坐船由加利利湖 住在死海度假酒店享受漂浮的樂趣 去聖地旅遊回來之後好多人都說 哇哦 我看聖經變成彩色立體的了 而且加南美帝旅遊公司這次的行程 會帶大家去埃及的開羅 去一趟摩西帶領以色列出埃及 所經過的馬拉以林和騎駱陀登上西奈山 參觀世界上最古老的凱撒林修道院 並且還去參觀古埃及金字塔 晚上乘坐豪華尼羅河郵輪 一邊看夜景一邊吃晚餐 還有精彩的歌舞表演 真的是物超所值啊 大家需要詳細資料 請和加南美帝旅遊的Pamela 或者是Wendy聯絡 電話1877-737-9937 1877-737-9937 名額有限趕快報名哦 AI NEWS的觀眾朋友有優惠哦 我們跟這些沒有常識的父母 常害自己小孩的父母不一樣 但是這個世界不是這個樣子看我們的 主流媒體不是這個樣子看我們的 我們是他們的眼中釘肉中刺 以下是CNN的主持人 Brian Stelter 大概花了11分鐘說 選舉太可怕了 右派太可怕了 如果在這個樣子下去 川普2024又當總統的話會怎樣 絕大多數都是我們之前看過的廢話 我們可以從差不多8分鐘開始看起 它感覺到有 Republican diners and Democrat diners Republican bars and Democrat bars common ground erodes largely because there's no common media ground anymore it's as if America's been swallowed up by QAnon conspiracy theories freedom of expression feels trampled muffled and remember as all of this is happening as democracy deteriorates in 2024 Trump's enablers claim they are the ones protecting democracy they think or at least they pretend that they are upholding the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they cloak their autocratic actions in the language of the founding fathers they claim to be the most patriotic Americans of them all and this narrative is advanced 24 hours a day by the ABC the apps the broadcasters and the commentators who justify stomping all over the Constitution as an attempt to save it the country is on pins and needles landlords board up downtown windows maybe looting starts shooting starts I'm not saying that all of this will happen but I'm saying it could we know it could happen because it has all happened before almost everything I have described has already happened in one form or another Yeah! Brian! 是的! 你剛剛說的東西已經發生過了 但是你把來源搞錯了 你可能是有幾種心理疾病 就是被害或妄想症 以及在心理學裡面說的一種 內心的防禦措施 projection 投射 美國的媒體已經沒有中間地帶了 只有無限的謊話 他們在污染我們的文化 他裡面說 美國媒體已經沒有中間地帶了 只有無限的謊話 他們在污染我們的文化 商家開始把木板釘在牆上 然後到處都開始政治鬥爭 這樣子動盪 這些東西都已經發生了 而且沒有一次是來自於共和黨 每次都是民主黨發起的 一直在摧殘美國的文化 一直在說美國的歷史不公平 一直要摧毀美國文化 就是你們這些大型的媒體 ABC CBC CBS CNN NBC 暴力事件一直以來都是來自 Antifa BLM這樣子的組織 川普跟川普的支持者 沒有殘害或者是迫害任何一個人 一直在炒冷飯的1月6號政變 沒有殺死任何一個人 死的是一個女生 然後他是川普的支持者 被一個民主黨的黑人國會警察 無故的殺死 民主黨一直在說1月6號死了好多人一樣 就像說Brian Sicknick 結果那個警察是當天中風死掉的 New York Times跟Washington Post 要把這個東西下架 然後撤回他們當時不時的報導 這個就是左派最厲害的地方 一切的事實對他們來講都是童話故事 而他們說什麼就是什麼 說什麼就是重要的 這裡要跟大家說一個壞消息 就是目前最像獸印的東西出現了 大家都應該知道 Felicia跟我最近開了一個公司 叫做Tzedakah Studio Tzedakah就是希伯來文 Righteousness 的意思 有了這個公司就表示 從11月4號開始 也就是從上個星期四開始 我們全部都面臨一個很大的危機 我們需要大家的幫忙 一起來度過這個事情 拜登政府透過了OSHA這個組織 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Administration 透過這個組織來推行一個 只要你的公司只要超過一百人 你就必須要全面接受強制疫苗 以及疫苗護照 政府不會有強制作業 你如果是老闆的話 你只要有一個員工沒有打疫苗的話 你就會被 IRS 罰款 你就會欠稅 大家會說 你們不是才三個人嗎 對不對 沒有超過一百人啊 對不對 昨天發出來的聲明 將近五百頁 四百九十頁的聲明 目前只針對一百人公司 因為是Emergency Standard 危機情況處理 未來他們要做的是一個嶄新的標準 所有的企業公司必須要完全執行 還可以迫使已經打了疫苗的人 打所有疫苗的人 就是幾劑 還要包括 booster shot的人 繼續戴口罩 而且沒有任何的例外 宗教 信仰 身體狀況 所有的反對打疫苗的原因 都不允許 如果說你之前已經得過新冠肺炎了 然後你已經有抗體了 你還是要打疫苗 戴口罩 不然你就會被你的公司開除 他們的目標是 未來連測試都不行 你不能就是像現在一樣什麼 一個星期測試兩次 或者是每個星期測試之類的 他們要的就是要你打疫苗 不然公司就要開除你 而且他們要用公司來自願的開除你 政府沒有資格去開除你 他們還要求你要戴比較好的口罩 通常就是那個組織認可的口罩 以及你在工作場合一定要保持社交距離 以上這一切沒有一個截止日期 沒有之前說的15 days to slow the spread 這個條款is here to stay 這一切都被要求在1月初完成 讓所有的公司強制的壓迫自己的員工去打疫苗 或者是逼迫上百萬的人失去工作 他們要上百萬的人必須做出選擇 要有個印記還是失去買賣的能力 在一個基本上已經控制的疫情下面 說真的想打疫苗的人幾乎都已經打了 就連小孩如果想打的話 你都可以去打的情況下 他們要你做出這樣的選擇 這個不符合憲法 一個極權的政策 這是一個非人道的政策 而且是一個奴役政策 最明顯就是這個強制疫苗的行動 就是他們徹底的執行 左派一直在提倡的 Defund the police的行動 在華盛頓州已經有1900名的政府員工被迫離職了 有一間Defense Contractor也開除了上千名的員工 Southwest Airline的西南航空停止了上千班的飛機 根據報導有超過40%的TSA的邊境管理局的員工 也拒絕接送疫苗 軍隊裡面也有上千人拒絕強制接種疫苗 最近有沒有發現空軍、海軍、陸軍 連國民兵、National Guard都開始招人了 有聽說要打仗嗎? 就是因為他們現在越來越缺人了 人一直在流失 LA的firefighter、消防隊 也把這個mandate告上了法院 各大公司都已經開始起來反抗 有7000名的波音員工 申請了宗教特免 有1000名的員工申請了醫療特免 Daily Wire也已經把拜登政府 以及OSHA這個機構告上了法院 非常有可能會到最高法院 這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還沒有加入Daily Wire的會員的話 我呼籲大家加入到他們的會員 我們很多新聞都是從他們那裡來的 我們只是把他們翻成中文 然後還有加一些我們自己的想法而已 我們每個人都應該要做我們該做的事情 然後還有我們應該做一些可以做的部分 但是現在就是要團結起來抵抗這個政府的時候 我們需要的是如果你是自己當老闆的 站起來為你的員工抵抗這個壓迫 如果你真的認為你的員工是公司最重要的資產的話 現在就是你可以回饋的時候 你沒有必要要聽OSHA的 拜登這個條款是徹底非法的 沒有行政命令 沒有經過國會 沒有經過州議會 沒有經過任何一個人同意的情況下 他透過一個沒有人聽過的政府機構 OSHA來讓IRS強制的奪取你的財產 這個是無恥的 這是下流的 這個是共產主義 而且並沒有創造所謂的烏托邦 有機會的馬上打電話給你的州的參議員 請他站起來幫你說話 拒絕OSHA還有這個無恥的拜登政府 我們之前提過 任何法律如果沒有執行力的話 就沒有任何的意義 那麼OSHA要怎麼執行呢? 490頁這個報告說 OSHA會派出agent 間諜或者是特工到你的辦公室裡面 調查你公司的所有疫苗政策還有紀錄 調閱每一個員工的醫療歷史 這怎麼看都是一個非法的一個情形 只要找到一個IRS就可以扣你 一萬四千塊的罰款 你今天錄用一個新的員工 結果他沒有打疫苗 Oops!一萬四 如果你是刻意的 像我們知道這個東西 我們不接受這個非法的違憲的 無人道的共產主義的 這個還不是政策喔 這根本就不知道是什麼東西 罰款可以高達14萬一個案件 就是如果說你有一個人沒打的話 你就是14萬 你公司如果有兩個人沒打的話 就是28萬 他們要做的事情 就是徹底的消除所有的自由 包括你的商業自由 包括你的財富自由 這個就是徹底的獨裁 徹底的法西斯主義的方向 有點類似像納粹SS的黨衛軍一樣 他們在利用一個政府的機構 超過他們的權限範圍 來執行一個不是法律 而是執政者的欲望 或者是願望 你看Oshia裡面 很多老闆會覺得自己被攻擊了 其實是你的員工被攻擊了 他們要攻擊的是你的員工 這個是聯邦政府 想要把所有的老闆 都變成聯邦的警察 他要讓我們彼此猜忌 讓我們彼此仇恨 讓我們彼此攻擊 大家如果有看我們的頻道的話 就應該知道 我不反對打疫苗 我媽打了 我外婆也打了 我岳父岳母一家人都打了 所以說我們反對的不是這個疫苗 而是這個最像受印的東西 我們不會服從 因為服從沒有任何的意義 我們不會逼我們的員工去打疫苗 目前也只有一個會受影響 所以現在就是 我們基督徒要團結的時候 現在就是要使用現金交易 然後幫助起來反抗的企業 讓他們有能力站起來抵抗政府 壓迫的時候 現在就是要拒絕左派公司 然後拒絕左派政府 拒絕無條件的服從的時候 而且打電話給你的州政府 跟他們說 你是我們的州政府 根據憲法 你有義務要保護我們的權益 憲法說 當聯邦的法律壓迫到州的時候 你有義務 要幫我們起來抵抗聯邦的政府 打給你的參議員 不管他是民主黨還是共和黨的 他們要站起來抵抗這個 根本不是法律的東西 OSHA不是法律 OSHA沒有任何的權限 OSHA沒有任何的武力 OSHA只是一個政府機構而已 他們沒有資格叫任何人去做任何事情 叫你的州議員 現在就起草 現在站起來做他們該做的事情 不要跟Joe Biden一樣 在國會裡面待上了80年 現在就打電話給他們 跟他們要一個 Congressional Review of OSHA and 490 page of Biden's emergency COVID plan 加州的人請打給Diane Feinstein 310-914-7300 你要逼你的參議員去做這些事情 就算他是個民主黨的大左派 如果他們不做的話 那他們就要為這個獨裁政權承擔責任 但是我們要發出聲音 而且我們現在就要支持我們保守派的公司 不管是購買他們的產品 或是加入他們的會員 抵制那些左派的公司 ulp員 我們先進 March